今天是星期三,現在是十點多 我之前也是星期三,剛剛噴好MG Xtreme 那雙腳的補充,已經是最後一個步驟 我明天就可以組裝,不過都是組裝到雙腳那麼大 組裝完之後,不如說一下新的PG 誰知無緣無故彈出了一條PS5 Tear Down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看吧 一看就發現,是否這個小型格太小還是怎樣 為何這部P5這麼大? 整張桌子這麼大,真的很誇張 我一邊拆,我就看到挺有趣的 它故意拆了蓋子後,留了兩個洞給你 當然可以把吸塵機放進去吸塵 很搞笑,但又很實用 慢慢拆,拆到一把風扇的時候 發現,嘩,是一把風扇 為何一把風扇都這麼有型 真的很有型 然後又一邊拆,拆到一個熱聲 嘩,我看到這個熱聲真的流了口水 很厲害,很大抽,亦都很堅 我想散熱應該不錯吧 這個熱聲也不便宜 另外最震驚的是,它竟然用這個Liquid Metal 真的不講得少 這些遊戲機,要不就不啤 一啤就一千幾百萬本 嘩,你用Liquid Metal? 本來當然是重 過程也很危險 因為你不可以出界 你出界扭在線路板上 或者在旁邊的腳上,便會死 這個真的厲害 真的猜不到,用這些 Xbox 也是用這個Size 高 立刻就比下去 拆到最後,把東西放在桌上 你看到都很容易拆 所有東西都很整齊,很企理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 Xbox 也是自然的 Xbox 都是自然的 Xbox 全部都是四四方方 像整個電腦一樣 搏在一起 Sony 這些 看起來就像精心設計 用過腦袋想的那種 日本製的這些是厲害的 你拆下去 你看到裡面的全部奇形怪狀 你也知道 全部都可以重新起舞做過 再加上這個Liquid Metal 真是厲害 不過這麼大部 真是不知如何放好 今早起床 我還在床上摸摸摸摸摸摸 看到手機 你們有位仁兄 就發了幾幅圖給我看 就是這個流出的PG圖 當時眼睛睛 在床上的畫面又小 圖又蒙 我第一眼看到 不是吧? 病大器 你出了這樣的東西 怎麼搞的? 有點火灌 接著就開電腦看 看看大圖 我發現其實也不是 都可以的 整個東西都 站起來 挺重厚的感覺 很像機械人的感覺 不過有些地方 我都不太喜歡 有些地方都不錯 這隻高達的定義 又是一大堆長篇大論 又是說 我們要放棄這些固定的概念 我們不可以受到任何限制 我們要沒有集念 我們要革身 我們要挑戰 簡單來說 我們要除清它 一絲不掛 我們要豪邁奔放 大概就是這隻高達的主子 我看到 又是那句 40年的功力 集大成 都很誇張 因為其實它這次是 一個骨架 骨架之外 再加兩層裝甲 兩層裝甲之後 再加外殼 哈哈哈哈 骨架也很容易改名 其實都是裝甲 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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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我震驚的地方 真的沒有想過它會這樣做 它竟然多色形成整個骨架出來 手和腳 我真的沒有想過 譬如你組裝一比四四的RG 早期那些大家都知道 是軟的 手軟腳是軟的 你去到PG這麼大的骨架 還搞這些多色形成骨架 可以嗎? 通常這多色形成是一隻硬一點的膠 夾一隻軟一點的膠 我想BANDAI也不是蠢 我想它這樣做得應該都可以克服軟的問題 不過我希望不要適合RG的NEO GUNDAM 最初出的時候就緊 你踩完之後半年它就鬆 我希望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你這樣做一個這樣的多色形成骨架 你組裝的時候真的方便很多 因為這個骨架這樣看下去 你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的骨架會再蓋 再蓋一個內扣 再蓋另一個內扣 不需要上色,不需要拍 直接剪出來就可以有支架 這個也不錯 如果你有看這條影片,就很搞笑 因為它所謂FACE 2 彈了一句子出來 可動性能的進化 最高峰的可動結構 但它第一幅圖的動畫 其實就是頭在左右靈 接著有兩條油畫管可以動 這樣不是最高峰的可動結構 接著身體真的不錯 它有40個位置可以動 J位、群甲 我不知道它的動畫是否連動 即是你動的J位 裙甲會照著那個位置來動 我不知道 如果是,就真的不錯 腳部的連動很普通 也不是未見過 但那個連動 腳部的甲 看起來連動不到 老鼠仔位應該有 不過腳部的連動真的不是什麼 很普通 骨架 骨架 再加兩層內扣 你看它的組件 好像有噴了色 是否已經幫你噴了金屬色 增加機械結構 它的感覺是不錯的 手掌也挺厲害的 你這次看 似乎是先有骨架的手掌 然後再套一些夾 至於是這樣,真的相當不錯 不過我不知道它的骨架是否多色形成 無論如何都好 這樣做的話 是真的會漂亮很多 有些位置 不知道是否金屬件還是怎樣 不過我相信有很多位置 例如金色那些 我相信它應該是噴好給你的 不用你自己攪拌 如果你是啤膠 啤膠的話 啤黃色或啤白金色 那些水紋真的趕快 那些位置我相信它會幫你噴 另外,看上去似乎有色黑片 噴射口最裡面的位置 看上去真的像色黑片 這麼棒 不要哄我開心 另外,它似乎有些貼紙 一個有厚度的貼紙 可能會是很反光的 例如膝蓋或腳跟後面 會有些紅色貼紙 那些看上去似乎有厚度 我不知道是膠還是怎樣 但應該是很反光的 例如夜晚地盤開工掘地 你的車頭燈一射滿 反得很厲害 不知道是否那些 人家做了幾十年 現在BANDAI才做 就是加些金屬件 背部的噴射口 終於都有了 嘩,遲了幾年 這個真的不可以是賣點 它有些位置 只是倒了一些色 我想不會是整隻都倒了 可能是某些位置 我不知道哪些位置 外裝格 紅白藍的 它應該不會倒 它不是噴下去 而是倒下去 我想27,000日圓 它不會跟你這樣做 可能只是某些位置 會幫你倒 增加金屬感 它那個倒大概就是 譬如你去五金店買個士巴拿 那種倒 它不是倒銀 它不是倒金 它是那種沒有厚度的 它又不是電度 應該都挺漂亮 不過我想應該不會太多部分 會這樣用 另外有一件事 你都預計了它 就是揭蓋 就是RX-78 沒有什麼東西 背包又沒有什麼翼 跑那些 只有身體 揭蓋你也預計了 這隻揭蓋到抽筋 這隻揭蓋 這些我又不是太喜歡 但是 你買到這樣的價錢 這些東西 你也沒有辦法不做 否則別人會覺得不值 另外一樣 都預計了 是發光的 一定有的 現在 不是怎麼收得這麼貴 不過我沒有想過 它會這樣做 原本我預計都是眼 牌口 背包 這些一定有 但是想不到 它玩七彩蝦條姐姐 搞幾隻顏色給你 那怎麼辦呢 是否又好像MCEX 又要拉著地台才能夠亮燈呢 你沒有來用餅電 餅電就真的拿來搞 這件真的想不到 發光的激光劍 真的想不到 雖然也不是什麼新東西 但真的沒有想過它會這樣玩 當然是用一條幼小的電池 塞在劍柄上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 付充電器給你 不是你的劍玩得多久 我又不見外面有些 這樣的電可以買 即是一條棍子的電 這些東西應該都不玩得很久 這個也挺有趣的 把劍插進背包 開啟按鈕 光劍插進背包 這個也不錯 挺有趣 但還是那句 你的劍插得多久 這個外形 我第一眼看下去 我會覺得 為甚麼 為甚麼會是這樣的 跟想像中完全不同 因為之前 不知道是5月 還是6月 它不是有一個草稿 只有一個頭 那個真是無限想像的 我本來想像是一種 比現在的 再瘦削一些 很多偷穿位 很多露出位 然後超可動 加一些發光 改到九彩 改到你都幾乎認不到它 我以為是這樣的 但誰知道 最終的結果 就是 它真的回歸原點 其實整隻的浪 根本就是1.0的PG RX-18 對方很相似 很多位置都很相似 也不是壞事 因為 出了那麼多PG 我覺得比例最好的 都是原祖RX-18 其他那些都一般 跟著它的比例 跟著它的外形 那些線條 我覺得還不錯 起碼是你的身體 有回身體 頭又夠大 但是 外形是否保守了少少 我覺得是否真的 真的太保守了 這件東西 擺起普時上來 真的很棒 你想也想也很棒 我有一些位置不太喜歡 雖然它改了很多線條 但其實它的外形 真的走不出舊PG的浪 但是它的揭蓋 雖然都沒辦法 你預料它要揭 但我覺得有些位置 可不可以揭少兩度 例如腳板 腳板上面的護甲 那個護甲 你揭不揭 做兩條長方形 含著護甲 我覺得很噁心 另外就是老鼠仔 老鼠仔前面 有個蓋子 我覺得很噁心 這兩個地方 我覺得不太好 另外那些深淺色 白色和淺灰色 好像都深了一點 這個我都不太喜歡 另外前裙 前裙我都不喜歡 為何前面好像開了三個洞 是否被子彈射到呢 然後還要有一條 有一條 有一條 淺灰色的東西 裝開兩邊 一邊是淺灰 一邊是白色 我覺得這很奇怪 另外有一個 最初一看 我就不太順眼 但現在我也要接受 就是牌口 即它這樣做 可能是 元祖向下 向下 向下咬 卡板 向上 亦有出過平 上、中、下 亦有出過 那我再變成這樣 就製造個蝴蝶形 給你看看 這個我不是太喜歡 它上本身的外型 我不是太喜歡 但是 你也要接受 但有些地方 我也不太接受到 我想 元祖的高達米 特別是老的那一班 應該也接受不了 就是它的肩膀 無緣無故做兩塊圓 圓的東西 做什麼 做兩塊 雪糕 我想這可能很多人 都接受不到 我也不太頂得住 另外 盾也不太接受到 這些是 為改而改 沒有必要 整個東西都漂亮 但是 盾和肩膀 兩個圓形 我覺得有點 煞風景 雖然 它說什麼打破傳統 什麼跑開一切 怎樣最新的技術 什麼超級創新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 它整個東西 所有的東西 都不是新的 骨架不是新 多色形成 不是新 揭蓋 不是 裂甲 連動 都不是 發光 又不是 用色黑片 有很多 金屬件 噴嘴 都有 就算 連激光劍 會發光 都不是新的 以前 原祖高達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買過 ABZ的透明裝甲 那裡 都附了一把 又是 在劍柄 放一條電 一條電 然後可以發光 那個ABZ我都有 我保持得很新 新的一樣 聽說現在好像炒得很貴 廿多年前已經有 發光激光件 基本上 這隻東西 就是所有你想得到的東西 都炒了一疊 其實 講穿了 它就是一隻 給你自己組裝的解體像機 它會有一些 比較高級的一件 金屬件 食黑片 有些會幫你噴了色 倒了色 我不知道外裝甲 紅白藍王 會不會到 我不知道 但基本上 它真的是像機 一隻RX-78的像機 不過你要自己組裝 那價錢 其實我一早 都預料 它一定比MG Extreme 我雖然不知道實價 但我知道它一定會貴 因為你不可能 剛剛出完一隻 MG Extreme 25,000日圓 然後你出了 20,000日圓的Perfect Grade RX-78 2.0 你不就是叫人 不要買你的MGEX 所以貴過它是一定的 著燈我亦都預料 揭蓋都預料 只是沒想到它會有發光劍 不知道它有沒有流聲趣 雖然它的外形有某些位置 我都不太喜歡 但我都很期待 因為基本上 大廊都是漂亮的 加上這些可動 加上這些內扣 你組裝的時候 我想都相當過癮 不過 那些內扣是否多了少少呢 雖然它有很多打開的蓋 但其實你是否集中在打開的蓋 那些位置 你才做些內扣給它 其他地方不做 那是否可以簡單一點呢 因為我很討厭那些 組裝成大汗 一百幾十件件 組裝成一隻小腿 原來你吸了裝甲上去之後 你經常看不到 我會覺得我組裝來做什麼呢 但是呢 我告訴你 BANTER一定會出透明版 它一定會出透明版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你怎麼可以展示內扣出來呢 到時又不知道 你多少千日圓 這隻東西 買就必買的了 砌當然要砌 那 我不知道它的 熊白藍 會不會真的幫你噴一些東西 還是渡一些東西 我希望不會 那我預計 我起碼都會砌兩隻 有機會砌三隻 如果它不到東西 我看到的裝甲 那我 無論如何都會砌兩隻 我想噴一些不同的油 希望快些 十幾月 二萬七千多日圓 真的是金一點的 但是 也沒辦法 又金屬件 又吃黑片 又發光劍 裡面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整抽 那些 LED 扔著頭和身 以BANDAI來說 如果一隻一比一百 都是二萬五 那你就當成一比六十 很划算 這次又差不多了 如果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繼續幫忙訂閱 分享 留言 我們暫時來到這裡